近日由高群叔担任总导演张颂文 姚安娜主演的网剧《猎兵》正在热播 观众对曾指导过 征服 风声等作品的高群叔充满期待 希望看到一部不同以往的警匪题材立作 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 高群叔透露 他的作品中 人物刻画从不是非黑即白 他喜欢挑战人性的复杂 猎兵讲述赵友南等缉毒警察 坚持不懈追捕以黄宗伟为首的贩毒集团 最终成功剿灭制毒团伙的故事 张颂文饰演的独销黄宗伟 外表斯文忠厚 行为机敏警觉 思维缜密 他成功地呈现了角色 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 颂文看剧本了 颂文说我觉得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我想演 我们给颂文聊 颂文说我一年没拍戏了 那种狂编没播呢 他说我很喜欢这个人物 颂说这两天把厂子关了他 然后你给村里打个电话 告诉他们我回去 黄宗伟的这个逃脱的 这个嗅觉特别好 他就有动物一样这种嗅觉 所以他一个是 他对化学有非常好的这种钻研 虽然是初中毕业 但是呢 他有这份偏好 第二个 他在这个生活中 他很社会 又是南方那种社会 周叔 按咱们老家的规矩 明天他要上路了 那就给他一个红包 好不好 那跟我去拿红包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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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他肯定是收着 而不是去靠气势 这是跟人的地狱的性格有关系 所以他的判断特别 嗅觉和这种 这种对危险的这种感知力 就特别强 首先他开始坐窝的时候 就已经是坐着就是角度三枯 只要有风筝草动 他扔下东西都跑 所以他不做基础建设 所以他就很难抓 对对对对 马上一个人 往前现金 往后面再从这小伤 冲直落队 家派人手搜山 家派人手搜山 张主演特别好 他把一个逃亡的 又是一个小人物 一路打怪似的 不断地换老板 一直换到了国外 就是他的这个心理的变化 心理的变化特别好 这就是 因为他首先得生活中 你得有这样的感受 怎么了大姐 报胎了 没事吧 没事的 换完胎我就走了 马就好了 辛苦你了大哥 没事 我以前就要修车的 谢谢谢谢 那备胎呢 备胎在后面呢 宋文是个奇人 他是个极其有心的人 他这个极其 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甚至小时候的细节 他给我讲他小的时候 他们家里头的事 每一个人怎么说话 说话的姿势是什么 眼里边光是什么 这每一个就是会声会字 极其具体 极其有细节 他对生活的感知力 真不是说一般的演员 他能走到今天 都是自己的修炼 没有天才 哪有天才 我这个技术发生的 到哪里都发生的 高群叔透露 姚安娜为饰演女警察赵永南 在开拍前接受了 每天长达八小时的 新兵训练 对我来说原来就是个非职业演员 第一次演这么重角色 首先他没有演员的痕迹 这是用他的第一标准 这是我们开始设计这个人物 就是一个愣头了 毛毛躁躁的 没有什么办案经验的 一个女警察 原来当过兵 他有过这样的 这个部队的经历 我找了一个特勤局 退伍的一个教练 我说你像班长训练 一个新兵一样去训练 不要给任何面子 先从力政开始 走正步 持枪 从最基本的技能训练 每天八小时 我说全程录像 练完肉一看都不一样了 太低 太低 太低了 对啊 好 来 准备 一 二 三 走 我是采访了中国多少大案 多少公安局 多少警察 从部到省里边 到市里边 到最基层的 最边缘派出所 我知道中国的警察 怎么生存 怎么工作 怎么办案的 大案都是大兵团作战 它靠的是协作精神 它是靠一个团队去破案去的 就是我不大可能去写 一个正面的男主角 或者女主角也好 这个东西是违背了 真正的破案的规矩和规律的 由我局成立专案组 代号720 突舍阿彪 查找读员 摸牌交易轨迹 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高群叔走进人物内心世界 他让故事里的反派角色 也更加鲜活 实际上最好看的就是 还要表现人 我也采访过很多罪犯 全你承认他都是人 说去父母来说去儿女人 那些都是痛苦流涕 都是非常动感情的 你怎么也哭了 他是个顾家的人 他又生了个三跑台 这三跑台恰好又都是儿子 所以对他来说 他是上天赐予他的 要奋斗的一个动力 他给各方势力在角斗的时候 他拿据了自己的态度 做法都非常好 我该谄媚谄媚 我该捧你捧你 我该发火时候发火 就是我们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反派 连续塑造去 他破案就破的都是人 他研究你这个人 但是我要捋 他有一种你的犯罪的心理痕迹 老爸 你在天有灵 你保佑我 大跨不逃过这一劫 对于我说导演不是个挣钱的工艺 导演是个完成自我的人生 拍到90岁 能拍到80岁 有生之年 你能在这个记忆上 你能有更多的体会 能有更多的发挥 可能想更多是这样的东西